欢迎来到火石团健康加油站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火石团确诊者的心理调试的部分 那影片开始之前呢 希望大家可以帮忙我 按赞分享订阅跟开启小铃铛哦 谢谢大家 我知道大家最近都为情所困 就是被这个疫情搞得很苦 停课不停学或者是各种 你如果确诊了或是你身边的人确诊 你被匡列了 然后你有很多的变动 跟你需要立刻的安排 这些部分对我们的心理的影响 跟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调试 今天会分成四大部分来说 去年的疫情可能虽然说也是严重 但是跟今年是完全不一样的 去年可能大家就乖乖待在家 然后虽然很紧张 但是我们不会有这么多 好像要因应的很多的变动 跟一直持续不断的调整 跟随时冲击而来的人数的飙升 现在已经确诊数是多少 我的POP有写 大家可以看一下 累积的确诊数是很大量 然后每天都用 每天全台湾都是用8万8万的确诊数 在前进 这样确实会造成大家很多的担心 跟很多的害怕 所以呢我们这边有一些 可以先来看看一下 虽然我们可能是一般人 我们可能也是接触者 或者我们是确诊者 但如果虽然我们是一般人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样来了解 确诊者有哪些心情 对 那接触到他们的人 可能有哪些心情 因为我们随时都有可能 如果运气没有那么好 我们就是可能会成为 从一般人变成接触人 从接触人变成确诊者 又或者是只是在这种身份中 我们确诊完我们也会变回一般人 我们也会有这种身份的转换 那我们可以试着来多理解 跟多想象一下 有些心理准备会有比较好的因应 这样 好 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来看到 就是在国外期刊Drama这边有提到说 一开始疫情到现在 其实很多人在最一开始 或是最恐怖 当我知道我确诊的时候 第一时间最多的反应 会出现的一些很明确的指标 就是失眠 那其实睡眠品质不好 失眠这个是最敏感 最明确的指标 就是疫情期间会影响到 最多的心理健康 你可以看到的指标就是失眠 那确实我也很荣幸 就是有一个学弟 然后访谈之后 他也告诉我说 他本来都是睡不饱的 可是他在头一两天 真的是完全很晚睡 然后两三点就醒来 再也睡不着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其实失眠反应的 不只是他个人的状态 可能也是因为他有很多的焦虑 很多的担心 甚至有些心情低落 或是各种复杂的心情 这些都是在产现在 他在失眠的状态上 好 那所以会有很多的焦虑 因为很多的不确定性 跟很突如其来的改变 焦虑会很多很多 这也是大家可以想象 然后会恐慌 会有孤独感 然后会有心理压力很多 那有的人是会愤怒 那为什么他会愤怒呢 因为他可能是有那种 早站饭的心态 比如说 其实我已经很确定 我知道就是谁传染给我的 就是你 就是你 那我当然对你很生气 如果不是你 我怎么会被感染 好 这是一部分 所以会一直抱持着这种 你就是战犯这种 很生气的心情 那有的人 或是有的人 他看到媒体 或是其他报道 他也会说 就是因为国家政策失败 或是什么 所以才会 现在这么严重 一定是这些问题 然后什么国境外的人数 这么多一直进来 如果不是境外一直开放 我们怎么会现在这么惨 就是不断去找这些 那其实 国外的研究是说 就是这样会让你的心理适应 反而会更差 当你一直处在 不停的找站饭 这样愤怒的情绪当中 不会让你的心理适应更好 所以可以去避免这样子 那国外也可能有研究说 会不会有忧郁自杀率 那目前其实看起来是还好 这个部分是还好 如果我们是除了在这些心情之外 有一个国内的心理师 临床心理师 真心理心理师 他也针对确诊者16位 然后就做了一些调查 除了上述那些心情诱人 是他其实会对影响到别人 感到很担心跟抱歉 这个感染力太强了 强到说 随时可能我中了 他其实我可能很快 就传染给另外一个人了 然后我担心被我传染的人 他家小孩还那么小 然后他在公司担任的职务这么大 我传染我自己 我自己被传染就算了 那我传染给了他 我还害他 那他小孩那么小 那新闻又报道说 小孩那么小 然后什么 常常跑马灯 就一直过去说 那个小孩怎么样 然后重症死掉 那其实会让大家都会有 很多的担心跟恐慌 就是会更觉得说 我有负罪感 我传染给那个人 然后那个人的小孩 或是他的工作 或是他的什么什么 被我影响得那么大 所以还会有这些 感到很大的负罪感 担心跟抱歉 那除了这个之外 有一部分的人 他也会觉得 我有被标签被污名化 还有其中一位受访者 他有跟我说 其实就连他的家人 他妈妈在贴身的 提供他物资 跟帮忙的照顾下 也会因为 可能长辈比较不了解 不是很确定 知识很不够 就是说 我觉得我那几天 真的很像 被当作麻风病人 或黑死病人 就是他们对我的那种 害怕跟担心 是这么的多 然后这么的不切实际 所以这种被污名 跟标签化的感觉 其实也是一种 心理这样的承担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感受 包括说 目前政策的变动 一直在变化 医护人力 卫生所人力的 那个联络管道 不顺畅 困难 会感到不安跟生气 这些都会有心情 是这样 确诊者的心情 近期的 国内的确诊者 那接下来 我们就来一一介绍说 那隔离期间 也会有一些心情 对 刚刚是 一开始急性期 那我现在已经确定 我被隔离了 那我会有一些 很困扰我的心情 包括第一个 我们刚刚说过的 我很焦虑跟恐慌 在我的工作安排好 请人家协助 跟很确定之前 我可能都还是会 这么的焦虑 那我对未知的焦虑 我对我失去 掌控的焦虑 都是这么多 第二个 你可能会有 愤怒跟抱怨 就会很生气 想说 怎么是我呢 然后那个人害我 或是什么的 第三个 会有沮丧跟孤独 因为你在一个 很有限的物理 跟密闭的空间里面 只有一个人 那你常常要一个人 在那里独处 跟面对你自己 有时候你也会 莫名的 那滴落的情绪 会让你觉得很孤独 无所适从 不知所措 你可能也会有负罪感 就会觉得很自责 就是刚刚提到的 就是 我怎么能有不小心啊 我就被感染了 然后还不小心啊 我还传染给别人啊 然后一直有 这些的情绪在里面 在隔离期间里面 我们怎么样 在隔离期间 能够做到 更多的好的 去了解自己 现在的状态 自我觉察 跟自我调试呢 我们怎么样来 应对自己的一些状态 然后跟大家一一介绍 隔离期间 怎么调试 第一个就是 我们可能很容易 患得患失啊 因为可能我 就是一个人隔离嘛 那我像高塔公主 我一个人在那里耶 没有人进来 我也永远出不去 在那七天里面 那我一定会有这些 患得患失的 互相思考 第一个建议说 你就转移注意力 你去追剧 看书 做任何事 然后或是是想别的事 就不要再想这件事了 想办法让自己 转移注意力都好 那第二个 让自己动起来 动起来可能可以是运动 可以去擦地板 或是做任何事 其他的事都好 就是无关的事都好 就算我还是会分心 我还是会想着 我还是患得患失 我会分心 没关系 但是你要记得动 就是去动起来 边坐边动 第三个 你就不要一直躺着 或是坐着 然后在那边不动 那你这样子就会更容易一直患得患失的念头的那一转 所以当你患得患失的感受想法起来的时候 记得让自己动起来 隔离期间你可能也要增加自己的抗压性跟意志力 有一个学弟他很棒 他就说 我说 其实你如果要让你比较适应的良好 你可以去规划你的时间 就算你在隔离 那他说好 很棒 学姐我现在就是已经区分好了 我几点到几点就是工作时间 几点到几点就是休息时间 对那他也觉得这样子 他感觉比较有规律感 然后也比较有掌控感 也觉得比较开心 所以你就可以把你的生活品质 在那七天内 可以维持一个固定的规律性 就是工作时段 休息时段 娱乐时段 运动时段 或进产时段 去做一个规划 然后把你平常 没有机会做的事 没有机会看的书 你梦寐以求的生活 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在这段时间内 做一个规划 把它放进来 这都是很棒的 好 那还有隔离期间 你有可能要怎么样更好地 稳定自己的精神 跟心理状态 那这边有提到说 好像我们已经被关起来了 被隔离了 但是他说 你真的可以保持一颗 关怀别人的心 在那个隔离空间内 你尽量还是可以找到 你的方法去帮助 到其他人的方法 你说我找不到 其实也不会 也许你就可以 因为你确诊了 那你可以帮助 就是一样确诊者 另外一个确诊者 也许他心情很不好 你可以用你自己 也是身利其境 感同身受的方式 来帮助他 关心他 这也是一个 就是你一定可以找得到 保持去关怀 另外一个人的状态 那其实会帮助你更好 可以稳定你的心 那第二个 在这个隔离空间内 你也保持跟外界的联络 不管是电话 网路 你可以去跟别人 诉说你的心情 或者是用日记 来记录你自己的隔离 日记也可以 那第三个就是 你要理性正确的 去获取一些讯息 不管是网路上的 或是哪里的讯息 新闻讯息这样子 就避免不必要的恐慌 就是我们戒慎不恐惧 就是有一个受访者 他说他 当他收集到足够量 而且他觉得 够正确的讯息之后 他真的可以安定下来 他的心 因为他就是好 我知道的够多了 然后我也都是正确的讯息 也是足够量的 媒体讯息 那我就知道 那我接下来可以做什么 那可能会经历什么 那这样子 其实会让我们 不会那么容易 信心被击垮 那些聪动的跑马灯 或是那些可怕的消息 信心就是你要 要筛选 因为你现在已经是一个隔离者 那你要怎么适应 你的新的身份 你本来是可以啪啪走的 然后你本来是可以 怎么样怎么样的 好 那因为你确诊了嘛 或是你被匡列了 那你目前呢 你发生件事 一开始就是大家都会很 错愕震惊 很害怕 或多或少发生 或者车祸事故 那个当下 其实我们都会觉得 非常的错愕 对 那去想象那种心情 因为你失去了掌控感 然后很大的冲击 心理的冲击 跟一个很大的意外 跟这是一个灾难 所以有这些心情都很正常 对 很正常 那你知道了之后呢 那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个身份 就是我们现在是隔离者 那他就像什么新兵入伍一样 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当过兵 但是可以想象 就是我一个新的身份 那我要遵守他的权利义务 他的角色 还有我要遵守的规范行为 有哪些清清楚楚 那你嫁轻就熟之后 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也会比较减少 那如果没有被隔离的同事啊 朋友啊 家人 就像刚刚说的不理解 就算你自己最亲的妈妈什么的 他可能长辈不理解 他就会用一样的眼光 或是人际的距离 让你感受到很疏离 很不舒服 这样的变化可能是免不了的 但没关系 就是你自己的身心成熟的表现 其实是对他们最好的教育的示范 不必要把别人的无知 或是他知识的讯息量 不正确或不充足 转变成你伤害至尊的一个工具 这样子 对 这是没有必要的 好 那最后呢 我们就讲到说 那如果你跟你的家人 因为被隔离而遭受到排斥 就是有些人可能会经历到 但是现在台中的确诊数越来越多了 几乎大家身边都已经有了 可是可能有人一开始 真的是有感觉到 就是被排斥这种心情 那其实你可以理解成说 别人的这些害怕恐慌啊 排斥的这些行为反应啊 跟状态 这些不友善的眼神啊 或什么 其实是他自己除了害怕受感染之外 也是一种防卫 跟保护自己的机制 那直接也是 就是你可以理解 就不需要去过多的去 就是很难过这样子 好 那你可以做的 就是坚定你自己的信心 你能够做的最好 就是保护好你自己 就是你就吃好 睡好 然后运动 对的 运动这件事情 就是医生们都有强调说 即便在那个狭小的物理空间里面 尽量尽量 还是要尽量帮自己安排运动 你可以做仰卧起坐啊 腹地挺身啊 腹部运动各种核心都可以 这样子会帮助你的身心的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除了除了吃好 睡好跟运动 然后多喝水 这都是很重要的 那你可以就是你调整好你自己的生活跟生存跟心理状态 这就是你最好的保护自己的方法 那如果你真的对人情冷暖感到害怕 感到担心难过的时候 你就是跟亲友 跟社会去寻求一些支持跟抒发 对 就是有一个受访者有提到说 真的真的 就是要去有适度的宣泄 跟你的最爱的人 最亲密的人 你信任的人 去跟他说出来 也许不一定要对方安慰你 但是你有机会多多说出来 不要闷着 绝对不要闷着 这样你的情绪过去 你才可以调整得更好 不要压抑 好 不要觉得去说出来很丢 或是造成人家麻烦 没有关系的 就把它说出来 好好的宣泄出来 这样子 好 以上这些呢 就是说被隔离者 可能会遇到的部分 那我们跟大家就是 简单说个说 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应对 让自己适应的更好 那接下来会跟大家说 因为最前面讲到失眠 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跟很多人会遇到的部分 因为很多的焦虑嘛 犹豫跟担心害怕 复杂的心情 那怎么样睡得好也很重要 好 那你因为在很多的焦虑中 睡不好的朋友 你可以参考 就是睡眠医学 学会有跟你分享好眠食招 跟大家可以看看 就是你要尽量在规律的时间 就寝跟起床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 就算你想要午睡 也就尽量不要睡太久 睡一下下就好了 不要超过45分钟 或是就真的 也许就不要午睡了 也没有关系 让你自己可以累到 真的觉得晚上早点睡 那第三个 就是国外的研究数据 有一直说到 很多人在隔离期间 或是在疫情期间会喝酒 那其实喝酒对身心的适应 是不好的 反而是有害的 所以尽量就是不要喝酒了 那第四个 用咖啡因的时间 也尽量是减少 或是有个截止的时间 第五个就是你 睡前用点心 也尽量调整 然后你要自己要 检视自己的运动习惯 那第七个 那第七个 就是选择舒服的床 床啊 棉被啊 环境 让你比较好睡 那第八个 就是你的房间的温度 湿度通风 那是都很重要 那第九个 就是卧室要安静 尽量就是 不要有光线干扰你 那第十个就是 你也减少用3C产品啊 然后不要一直在床上工作啊 然后就是好好的 在这里睡眠 这样就好了 好 这是以上 睡不好 你可以参考的十招 好 那刚刚接下来有我说到 除了睡不好之外 那你有还是有很多 复杂的心情 那你平常想要缓解 你的心理压力 有一个五大原则 可以跟大家介绍 叫做安静能希望 好 这五字绝 大家可以记下来 背起来也没关系 然后随时可以 想起来就提醒自己 那安静能希望呢 就是五个大原则 好 那我们接下来会一一介绍 安静能希望 里面是什么东西 第一个安 就是先让你自己觉得 你身体是安全的 保护你的身体 所以我们会做什么 刚刚说吃好 睡好 运动 多喝水 那我们现在可以 勤洗手 戴口罩 或是做很多的事情 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一直在保护 我们身体的安全 当我都做到这些之后 其实你也是 间接的让你的心里知道说 好 我做这些 真的是可以保护到我的安全 我的心里也会更安全 这些都是可以帮助你 安全安定的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 静 就是你静下来 那就是试读的 适量阅读 疫情的新闻 跟媒体 或是各种讯息 保持你的平静 就是戒慎不恐惧 我们可以知道说 我们还是要保护好自己 但是我们不用那么多的恐惧 可以减定你的焦虑 好 第三个能 就是你可以去多运动 那你增加你的自我效能感 你可以多去充实你的防疫知识 或是你藉由说 我可以做到很多保护自己的方式 包括你现在在听这个 听这个 这个演讲 这个讯息 其实就是帮助你有更多的能力 去对抗疫情的能力 那也提升了自我效能感之后 会对你缓解心理压力 有很大的帮助 第四个是戏 就是刚刚一直都有提到的 就是不要 不要一个人闷着 也不要害怕跟别人说 造成别人困扰 你就是利用网路 电话 各种管道 多多的是维持 跟别人保持联系 彼此支持鼓励 去度过这段时间 这样是很重要的 好 那最后一个就是 希望 灌注希望感 就是你要保持希望 然后相信你终究隔离 很快就会撑过去 会结束 那保持着疫情 终将也会过去的这个正能量 那这对你也是会很有帮助的 好 那我们大概讲到这边 差不多 接下来就是一些小小的建议 就是再复习一下 刚刚啦啦咋啦讲那么多 再小小啰嗦提醒 就是睡眠建议 就是说 那你有睡眠习惯的部分 睡前就不要用咖啡因啦 然后不要用电子产品3C 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都知道的 那作息调整 有一个大原则就是 可能你可以设定每天起床的时间 可能以3到4天为单位 好 比如说我每天就是要7点起床 或是8点 好 那你就固定那个时间起床 然后你要提早几分钟睡觉的时候 你就提早10分钟上床睡觉 好 大概是这样 然后可以避免午休 就可以让你睡得更好 这样子 这是睡眠上的建议 那接下来 持续照顾好自己的建议 就是你 刚刚已经有提到了 维持一个正常的生活作息 然后你适度的休息 也保持生活的稳定 这很重要 然后第二个 你终于有机会 你可以列一个 让自己感觉很愉快的 途度的清单 不管是你喜欢做什么运动 如果在房间内可以做 或是你终于有机会 但是一直都没有时间 就是终于在这里可以做的事情 就去执行它 好 然后呢 如果你还是有负向情绪出来 你要怎么处理呢 你可能说 为什么我还是会很慌张啊 会容易紧张恐慌 那这很正常 因为突然出现了 人生自由的限制 不管你我有没有遇到 但我们都很容易可以想象 如果突然间 我就是要被关在那里七天 然后都 哪里都不能去 就走在那里 其实这样子 突然的人生自由限制 会有这样的恐慌 是很正常的反应 对 不用过分强求 自己就是要镇定啊 嘿 不要压抑 反而会影响你 后续的抗压力 好 就接受接纳 有时候我就是会有这种情绪 那第二个就是抱怨愤怒 当你还是有这么多的不满不平的情绪 你还是需要找一个适当的宣泄管道 那你可以打电话跟朋友倾诉啊 这最很重要 刚刚一直有讲到宣泄的管道很重要 那第三个 如果你还是觉得沮丧孤单被抛弃的感觉 那你可以找到有同样 可能也是确诊正在被隔离 或是还被隔离完的朋友 然后去聊聊你们一样的心情 相互鼓励 倾诉可以增强你的信心 那如果你焦虑感还是来的话 怎么办呢 没关系 你就是 我们就是都 大家都知道三宝嘛 或是有这样的信仰 其实就是用这样的方法 来帮助你自己安定下来 信仰很重要 运动很重要 同伴很重要 转移注意力很重要 就是这些都可以让你 帮助你可以焦虑消退 好 那总结一下 就是刚刚讲的 安静能希望 是五个大原则 可以让自己感到安全 感到平静 然后自我效能 负能自己 赋予能量 然后去联系他人 然后寻求希望 关注希望都很重要 然后戒慎不恐惧 就是我们还是可以 做好所有的 保护自己的措施 这样子 但是我们也不用 过度的去恐惧 好 那接下来是演练 就是说 如果真的确诊了怎么办 你可以先自己演练一遍 或是自己先想象一遍 那让你的心里面更有谱 你也会可以更安定 好 那最后就是最后最后的提醒 就是好好吃饭 睡觉 好好运动 多喝水 好的卫生习惯 这些都会让你的心里面 感觉是活着的 当你心里面有感觉 你是活着 你才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 跟保护你所爱的人 那这样子是更好的一个部分 那因为时间有限 今天就讲到这边 那很开心 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 这个部分 那如果接下来还有问题 或是还有其他想要Q&A的 也许我们下次 会不会有机会再出一集看看 那希望在这边可以祝福大家都可以身心更安事 在疫情期间 不管我们是一般人接触者 或是被隔离者 我们都可以好好的度过 那我们都有可能在这些身份中做转变 但我们都可以安住自己的心 跟身体可以更健康 好 谢谢大家 祝福大家 谢谢 拜拜